我们养活一个家 这个工作他没办法 所以就没办法给咱们一安幸福 你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 我说你做这工作干什么你 钟强 你 你 小呼吸 好 好 不 没事 没事 不要一直讲话嘛 吃饭吃饭 吃饭 吃饭 来 天启 来 吃饭吃饭 钟强 吃点菜 吃点菜 不要紧禁锢这讲话 大家都不动手啊 菜都凉了 快快快快 不行 不行是吗 我 我说这菜不行 我再煮个菜去 爸 菜已经很多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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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吧 好了 好了 我们吃饭 我们吃饭 不要客气 来 来 来 好 我爸好像在意我工作的事 你不要担心 他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事 所以情绪有点激动 你不要想太多 宜安 方先生 宜安 你爸找你 他要要你去洗碗 洗碗 我刚洗过了 好 可能像你擦桌子吧 你刚刚不是擦过 你忘了 我也不知道你爸找你做什么 他找你就对了 他有话跟你说吧 你进去啦 我帮你送天琪 方妈妈 那我就先离开好了 好 天琪 怎么了吗 喂 刚才不好意思 方波波是因为 宜安才会这么紧张 你不要放在心上 不会 方妈妈 我不会介意的 我可以理解方波波的意思 好 那我先离开 好 天琪 怎么了 方妈有话要跟你说 是 我们那个外面的马路在修 你骑摩托车回去的时候 路上很暗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找一个平稳的路骑 知道吗 我知道了 这个人生也是这样 就跟骑车一样 有的时候不要一直走暗向 也可以找一条那个平稳 顺当的路这样子骑 就是事半功倍 比如说工作好了 通常都是工作 那公务人员就像方波波 或者是平章那样去当警察 他们的工作就 福利比较好 也比较稳当 对不对 就像个铁饭碗 这就是我所谓的 稳当平顺的路 那 有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讲 有的时候 你们去考考公职人员 不一定什么事都要自己 出去闯 这样弄得头破血流的 方妈妈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 可是现在社会 大家都在讲说 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可是 真正的养家的这个责任 大部分还是落在男孩子身上 所以我对于我的学生 尤其是男学生 应该说是我对于男孩子 我的要求就特别严格 男孩子的确应该要负担 比较重的责任 很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好了 有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我的学生 能够理解我这个当老师的善意 这样子天下太平了 我相信大家能明白您的意思 不过 不过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兴趣 不同的志向 所以他们走的路也会不一样 我会选择当一个摄影师 是因为我喜欢摄影 我希望在摄影这条路我能一直走下去 直到有一天我的手没有办法再拍照为止 可是你们这个行业的那个态换率 不是很高吗 的确是这个样子没有错 不过也正因为这个样子 我必须要好好变色我自己 努力上进 年轻人知道努力其实很好的 可是天启 这个奋斗跟冒险 是两回事 你知道吧 冒冒 冒 我一定会站稳我的脚步 我会在摄影方面 一定会做成有数突破的东西 而且我希望它不单只是我的兴趣 它也能成为我一个养家糊口的工具 冒冒 冒 我会把一安的幸福摆在第一位 好 你都这么说了 那天晚了 你先回去吧 好 那方妈妈也晚了 您先进去休息吧 好 那我先离开了 你骑车小心一点 好 我知道了 方妈妈 路上小心 好 再见 休息 我要是能休息就好了 休息 我要是能休息就好了 你叫这老头啊 怎么办啊 好 啊